想跟大家讲呢 那么就在前天吧 一个老妈妈 她呢在三个月前呢 查出来癌症 这个癌症之后呢 医生呢叫她去动手术 那么她呢 当时呢查出来之后很着急 就叫太阳给她看 那么太阳给她看了 看了之后呢 叫她念什么经念什么经 结果呢 等到她不是要去复查之后 要动手说约妻了 她就去了 去了之后怎么样 去了之后呢 结果呢 这个医生呢派片子 说好了 没了 这个医生很奇怪 就问这个老妈妈说 这是前天发生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这种灵验的事情太多了 太阳就讲过 就讲三天前的事情 这个老妈妈就问医生说 哎 没了 那我不要动手 说医生说现在查不出来 不要动手说 那我怎么办 她说那个医生说 你吃什么药了没有啊 这老妈妈说 我没吃药啊 那你做什么化疗治疗啊 没有啊 老妈妈我就跟她 她跟我说 太阳我不能告诉她 我念经 她说我不能告诉她 那我就说 你告诉她也没关系了呀 这就是你念经我就念经了 这什么关系 这老妈妈很幽默 跟我讲了你什么话 把我都乐了 她说我要是告诉她 我念经 她要把我转到其他科去 这个其实在我们很多听众当中 已经很明白了 做人啊 有时候呢 哎 开心一点 幽默一点 你们每一个人到这里来 台长要把最好的东西 把心里话都告诉你们 帮你们看出你们的毛病 让你们来这里 每一个人都高高兴兴的 你想一想看 现在活在世界上 每家都有一本半年的经 我告诉你 就算你在悉尼的家很好 那你在中国的家呢 哎呀 不是为这个 就是为那个 台长每天接待十几个听众 排到四五月份呢 我每天听到的都是苦啊 真的 家里没有一家是特别高兴 说没有事情了 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就希望你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并不是说看不见的东西 就是不存在的 这个一定要明白 第二个呢 跟大家讲呢 想谈谈呢 因为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呢 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 也是我的老听众 所以那台长呢 在掌握尺度的时候呢 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又要让新来的人呢 第一次接受 又要让老的听众呢 听了不要觉得很balling 就觉得自己好像 哎呀 我听过好多次了 所以台长呢 今天呢 就抓起一个重点 给大家讲一讲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